我从中学就喜欢这个行业 我的行业适合死人打交道 我是一名冰藏业者 填写志愿的时候 大多数人会选择医生、律师、老师等等 谁会想为往生者服务呢 20岁的张岳宁偏偏选了这条路 她曾经迷茫 自然没有什么强项 对任何工作都不感兴趣 当初为什么我会从饮料室转行到冰藏业 其实我觉得冰藏业有更多的挑战 而且可以学到的东西更多 因为我自己也知道 我不适合在办公室做一整天 我也是比较active的那一种 而且冰藏业不同的机关 又有不同的仪式 所以可以学到的更多 饮料室跟冰藏业最大的分别就是 冰藏业的时间它不自由 可是饮料室是有固定的 对待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咯 你来做饮料就是你要消除负能量嘛 像我每天都吸收那些负能量 我会觉得好累哦 但是冰藏业还不一样 当你得到主家的认可认同的时候 你会很感动 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那时候挡赛就觉得 这就是我的使命 投入殡葬业 冰藏业的职务包罗万象 涵盖解体人员 灵车司机 遗体化妆师 立医师 服务员 丧礼布置 丧礼摄影师等等 我第一次接触Body 是它在一间flat 然后那个Body 它是一位Auntie来的 它就是在厕所跌倒 在门口 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去拿Body 所以我第一次触碰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冷 因为我们人是有温度的嘛 这样Body去世后是冷的 所以第一次的心情也是害怕 然后后面就慢慢吸管了 或许有人会认为 殡葬业者与生死打交道 理应早已看淡一切 可庄月宁认为 正因为经常穿梭在生死之间 所以更懂得生命可贵 在去年年为 她是一位Auntie来的 大概50多岁 蛮年轻的 我们是在一场功德会认识的 然后那一天我就在那边折金子 她就坐我对面 她就突然间跟我打话 问我之前是做什么行业的啊 然后为什么会做这一行 还有就是我们讨论了很多 讲以后可以一起爬山 一起吃东西啊 三天过后 我就收到我老板的电话 她跟我叫她出车祸去死了 所以当下的心情是杀掉 为什么这样突然 前天才有说有笑 然后突然间就这样去死了 她的这个案子 我们也是 全场都有参与啦 就是从医院拿身体 到后面化妆修复 然后到她整个商里 后面也因为这个案件 让我更肯定 为什么我走这一行 因为我想让身边的人 或者往生者 都可以带着安详的样子 去面对他们的家属 我会担心我父母离开嘛 其实讲我真的 谁不会担心 只是我做了这一行 我会更怕失去他们 我觉得 不只是我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要珍惜眼前人 有什么想要去做的 就去做 因为你不懂下一秒 会发生什么事啊 所以也是要 多陪陪身边的人啊 我对 我自己的心态 应该是更舍得吧 对自己 可能之前会比较好 然后对自己不舍得啊 然后做完这份行业 就更懂得珍惜 还有爱自己咯 有的话就话 有舍才有得嘛 生死别离是常态 人生本就是无常 而丧礼是人这一生的 最后一场毕业礼 也是我们这一辈子 一路走来的成绩证明 操办这一切的殡葬业者 总是让许多人误会 非常好赚 在入行之前 我对这个行业最大的想象就是 我觉得这一行很轻松 然后薪水很高 然后直到我入行过后才发现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多劳多得 时间不稳定 我们的三餐也不定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从早 可能早上五点我就忙到晚上十一点 所以跟家人就算在同一个屋子下面 我们也是很难见到面的 虽然工作非常累 也经历了外行人无法体验的种种 张苑宁却享受其中 还找到了工作的热忱与快乐 我觉得我现在开心 也帮助到别人 我最享受的环节是跟主家沟通吧 我觉得他们信任我沟通的当下 主家他相信你他信任你 这一个也是我觉得他们给我最大的认同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那一个礼拜其实蛮多案件的 然后我就有时候忙到凌晨 然后刚好那个案件就是比较特殊的 他是被谋杀 他是被谋杀的 然后又很年轻 然后后面那时候那个案件 我是坐到差不多凌晨一点 回到家都已经两点了 然后就当我要准备入睡的时候 我就听到有人拍我的窗口 两声啪啪 可是我的家是三层 我是住在二楼的 然后也没有阳台那一些 那时候我是有怀疑可能是鸟啊还是怎么样 但是不可能啊 因为鸟不可能种了一次就再一次吧 然后后面我也是有去问师傅啊 然后去冲花水 然后后面就OK了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鬼 所以我不怕咯 人死后身体会出现一系列变化 赤裸裸地展现死亡最真实的一面 而殡葬业者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让往生者体面地上路 让活着的人心里好过些 只要你不怕脏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不只是要帮遗体化妆 我们还要帮他骂屎 骂尿 因为人一旦去世肌肉放松 一定会有排泄物 有时候或者是可能他从医院那边过来 他有插管啊还是这边有插的话 我们要帮他清理 在这一行咧 我也尽量不会去穿金带银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伤事不是喜事嘛 所以如果我穿金带银啊 可能对别人会留下什么印象 我不知道啦 其实我喜不喜欢打扮 我是重要的节日 或者是我出门我才会打扮 因为工作如果要打扮的话 你要很早起来 我们这一行业都已经要很早起来了 还要很早起来 所以我是不会啦 装入了无数丧礼之后 张远宁对人性的解读是 虽然不可恶 却有丑陋的一面 难能可贵的是 即便他看透人生真相 却依然热爱生活 我最伤心的应该是我小学吧 因为小学父母离异嘛 这样还没有到很懂事 然后可能你看到别人 有幸福的家庭 当然自己会有一点难过嘛 因为我们因为自己的家庭都破裂嘛 所以可能会羡慕小孩子 羡慕别人 可是现在可以了 就是觉得父母幸福就好 因为每个人都是个体 我也是要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父母的离异对我的影响 其实就是让我更独立咯 想要什么就自己去争取 会不会辛苦 其实我觉得之前会 但是我熬过去了 我觉得现在可以了 我觉得是二号吧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其实蛮开心的 然后虽然讲我很开心 但是为什么会有点苦 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完美的 人生一定要有点苦才刚刚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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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